展现志工们多元样貌 台中市社会局这一天在中山堂 举办志愿服务同乐会 邀请社福、卫生、警政等各类别的志工团队 涉谈宣导 搭配着闯关活动 让民众认识各类别志工团队的特色 同时也庆祝志愿服务法实施20年 当时志愿服务及乡务乐乐 也换上了新装和市民来相见欢 小朋友活力动感舞蹈 为活动炒热气氛 为展现志工多元样貌 市府举办志愿服务同乐会 邀请社福、卫生、警政等各类别志工团队 设谈宣导 搭配闯关活动 让民众认识各类别志工团队的特色 刚好身心障碍的朋友的人数 跟志工的人数大约都在13万 我们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 那我们也努力的来落实SDGs 台中市政府也在今年发起了志愿解释报告 那其中关于志工的方面 我们就希望能够努力的在2030年之前 能够持续的每年以8%的速度来成长 我喜欢热情的感觉 今年适逢志愿服务法施行20年 台中市志愿服务吉祥物乐乐也换上新装 和市民相见欢 希望加深大众对志愿服务的热情印象 并在现场颁奖给有拍摄志工团队影片记录获奖的单位 我们来参加人气奖是因为想表达我们在立正的志工 如何去传达我们的幸福 所以我们把志工的服务的幸福的影片 传达在我们的影片当中 就获得这次的人气奖 在这个志愿服务法推动20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用创新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我们今天有志愿服务的同乐会 那跟大家报告 我们在许许多多方面 台中市的志愿服务都是六都的第一名 唐宫市社会局表示 110年调查指出台中志工服务时数排行 台中市是六都第一 充分展现公民参与力量 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志工行列帮助他人 记者张伟霖 台中采访报道